我們看第二大題 他說大大利用半徑是5公分的 薄幣折射率為1.52厚 折射率是1.52厚 厚度可以忽略 所以這個薄幣的折射率就不用擬他了 因為這厚度可以忽略 那這半徑是5公分 現在他說厚度可以忽略不計的透明半圓明 進行下列實驗 如图是8 大法在白紙繪製XY做標 並以公分為單位 將半圓明的原心貼在歐點 與原點歐重合 直徑與X走重合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測量折射率 液體的折射率 使這個 露射光由歐點露射 露射角是53度 然後他說這個3.53度 是等於5分之4 好 那乳圖18所示 那現在把它裝滿代測液體之後 大法測得折射之後的光線 折射之後的光線 以圓斧面焦點的X座標 這一個座標 這一點是2.80公分 好 那麼他說A小題 大法測量所用直尺的最小刻度 這個是有效數字 這個是估計數字 這是最小精確數字 所以他的單位 最小單位是0.1公分 那0.1公分就是 0.1公分就是 就是一個 1毫米 所以最小單位是1毫米 好 再我們看 V小題 計算並以正確有效數位 記錄代測液體的折射率 這是液體的折射率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是折射角 這如果是C打的話 C打R 這也是C打R C打R 現在3以C打R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 這個角度的對面是2.8 它處於斜邊 斜邊是半徑 好 那我們用那個斯奈爾電影 就是N 這是空間折射率1 3以C打 353度 會等於多少呢 N L 乘以3以C打R 3以C打R 這是5分之4 這個是5分之2.8 別掉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NL 是等於2.8 2.8 0 4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呢 除完以後取三位有效數字 除完以後取三位有效數字 那一除了 我們4 除以多少呢 2.80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1.42857 好 那為什麼取三位有效數字呢 就是說 這個算是精確數字 它給我們的5分之4的話 沒有所謂的那個有效數字幾位數 所以的話 我們有效數字就取什麼呢 取這個三位數 好 所以呢 這個取到三位數 以下的四手錄 所以這約等於多少呢 1.43 我們這個數字的話 把它看成是完全精確的數字 所以NL是等於1.43 這是第一小數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大 所以第一小數 NL是等於多少呢 1.43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第二體 第二體的話 它是看圖19 這是圖19 露色光PQ 露色光P PQ 這是Q 這是Q PQ射進來 Y左的甲角是3度 Y左的甲角是53度 Y左的甲角是53度 我們知道的話 這個是半圓米 它往那個 偶點射的話 它是沿著什麼呢 沿著半徑的方向 所以它不會偏整 它會直接射到這一點 這是平面 這是平面 那這個本身就是髮線方向 那它往髮線方向射 那它往髮線方向射 一個光線如果往髮線方向射的話 往平面的 切平面的髮線方向射 它不會偏整 因為它露色的角是0度 好 那現在的話 是說 這個角度是等於 SIDA SIDA它是說多少呢 53度 那這53度的話 這也是53度 也就是它露色角 在這裡的露色角是53度 好 然後它說呢 這個折射力 ML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1.3 好 那現在問說 射出半圓明 射出它可能從這裡折射 它會偏離髮線 它有可能全反射 如果是全反射的話 就只會在這裡 就沒有折射 射出半圓明的光線 經過地極向線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它的那個臨界角是多少 我臨界角 3 1 4 4 4 這是等於 m1 1 1.3 1 這點多少呢 這是等於 13分之10 13分之10的話 這大於多少 大於這個5 4 4 所以的話 13分之10的話 有不大於5分之10 好像是小的吧 我們看 13分之10的話是多少 這5分之10 0.8 13分之10 10除以13 等於0.76 0.76 0.76 所以它是小於0.8 小於0.4 小於0.8 好 啊 這個是等於3 5分之10 5分之10 也就是它 它臨界角呢 它是小於53分之10 好 那我現在的話 用53度射進去的話 這53度大於0.7 所以它只會產生全反射 所以它會經過第二向線 經過第一向線 第二向線 那以歪左腳腳呢 以歪左腳腳 入射腳的反射腳 是53度 所以第二體的答案是 第二向線 然後入射腳 是等於 就是反射腳 是53度 好 我們看第三體 第三體它說呢 觀測雙小鳳干涉 如土二屎 這二屎 在歪點 在歪點 內側放置一個雙小鳳 在這個內側放一個雙小鳳 小鳳間距是0.02mm 你看看 D 等於0.02毫米 在空氣中 這蘭打零 波長是650奈米 的雷射光 沿著彎方向攝像雙小鳳 屏幕 位於Y等於2.0 我覺得這距離 這是R 是等於2.0公尺 半圓米內駐滿摺測率 這N是等於1.3 從兩小鳳發出的光光 皆可視為由歪點射出來 要問說 計算屏幕上所見亮的間距 從歪點射出來的話 它經過這個介面不會偏整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光在半圓米裡面 它的波長等於多少 它的波長 是等於N分之R 所以這個是等於1.3分之650 這等於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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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那個暗圓和暗圓之間的距離 得塔灣 是等於D分之R 那這個D的話是多少呢 D是0.02乘以10的R3 m m是10的R3 R的話是2公尺 那Landa的話呢 是多少 Landa的話是500m 500 乘以10的-9 所以這樣多少呢 這約掉的話是100 所以這5 乘以10的 這裡有4個0 四字方-9 再加3 所以是5乘以10的部分 就0.05公尺 所以答案是0.05公尺 所以答案是0.05公尺 是10克公尺 就1個5個0公尺 已經是1個9公尺 5個4個1公尺 超過分的 4個1公尺 超過分的 1個5個1公尺